年轻男子赤刀怒闯警察局 接连杀害六名警察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杀人动机 仅仅是因为一辆五十块的自行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008年7月 一个蒙面人突然闯入警局 静止冲到一楼的半公室 二话不说 抓住一个警察 接连捅了好几刀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 其他三名警察 准备跑出去喊人 可还没等他们跑出房门 就被男子冲过去砍倒在地 看到四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失去了行动力 该男子快速跑开了 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 而是沿着楼梯继续朝楼上跑去 在十楼的拐角处 又遇到了一位民警 男子冲过去 就将他砍倒在消防梯内 但是噩梦远没有结束 他像发的疯一样 一路跑到了21楼 也就是上海督察部门所在地 这里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名警察在等电梯 于是他趁人不注意 冲过去就从背后捅了一刀 正中要害 瞬间就倒地不起 随后蒙面男子又冲进办公室 一刀刺向了迎面走来的吴警官 不过吴警官反应迅速 立刻躲到了一边 紧接着男子又使一刀 朝着他砍去 吴警官看他身上还带了催泪瓦斯 于是立刻呼叫其他同事 大家都慌忙跑来帮忙 在众人的配合下 很快就把凶手制服危险 这才解除 但不幸的是 根据事后统计20分钟之内 该男子连控伤了10名警察 其中有6名因失血过多丧生 另外4人也身受重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 能让他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而这件事也被称为 上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警 该男子被制服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愧疚 大家把他的防毒面具拿下后 众人惊呼 这不就是经常跑来闹事的杨家吗 而此时杨家正满眼愤怒的 瞪着眼前的警察 恨不得要立刻扑过去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下的韬拳大罪 那么这个杨家到底是谁 他为何要做出如此害人轻人的事情 究竟是有难言之意 还是蓄意报复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我们终于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该男子名叫杨家 北京人 2007年 国庆节来上海旅游 为了方便自己游玩 他就花了50块钱 送了一辆自行车 计划骑着到处逛逛 但是第二天就被民警拦了下来 原来是当时上海开展 打击偷盗自行车的专项活动 要对路过的自行车进行主力排查 因为民警看到他的车没上牌照 于是就把他拦了下来 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以及自行车的租赁活动 原本只要正常配合民警工作 很快就完事了 但是杨家却拒不配合 他觉得民警是故意找茬 为什么那么多骑车的 都不管偏偏要把他拦下来 而民警跟他解释说 只要没上牌的 他们都会逐一排查 但是杨家却不听民警解释 顾着的认为 就是欺负他一个外地人 于是就和直前民警吵了起来 愣是拖了一个小时 坚决表示不配合 于是民警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进行调查 通过询问 杨家才不情不愿地交代 呈自行客是他租的 还拿出了租赁合同 既然事情查清的 警察就把杨家放了 原本以为就是一件小事 说开了就没事了 但是杨家却一直耿耿于怀 对这件事怀恨在心 被放出来后的杨家 是越想越憋屈 他觉得自己是被针对的 于是在回到北京之后 一直向上海公安部门写信投诉 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还说自己遭遇了暴力执法 当时警察在审讯的过程中 对他进行了殴打 希望有关部门查明真相 给他一个交代 在接到投诉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当天的民警 详细了解了情况 然后还查看了当天的监控 并没有看到有殴打的画面 于是他们就找了杨家沟通 但杨家坚称 当时有六个民警 把他带到了没有监控的地方 实施了殴打 因此杨家要求 必须对他们几个进行停职处分 还要补偿自己精神损失费三万元 而对于杨家所说的情况 派出所也公布了一个视频进行回应 当时询问过程中杨家情绪比较激动 而警方一直好声好气跟他说 但是他就是不听 至于殴打的情况 当时民警误以为他要逃跑 于是情急之下就推了他一下 但是并没有打他 双方各执一词 到底是警察暴力制法不愿承认 还是杨家故意找事 胡搅蛮缠呢 这是有史以来最害人听闻的袭警案 年轻男子迟到闯入警局 短短二十分钟刺伤了十多名警察 最后的真实原因竟然只是因为一辆五十块的自行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海警方多次找到杨家进行调解 但是杨家坚持要三万赔偿款 还要求把当时在场的警察都进行情职处理 但是人家当时是正常执勤也没有任何证据 怎么能随意开除呢 人们发现这不是杨家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到在2006年 他去山西旅游时就跟当地执勤民警发生了冲突 两人大大出手 杨家的一颗门牙被打掉了 之后民警被撤职 还赔偿了他一万五的死吃费 但是这次事件跟上次性质不一样 这次杨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虽然他说自己被警察打了 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当时离开警局之后 他也没有跑去验伤 最关键的是 警察在他电脑里找到了一份投赋无件 里面也根本没有提到被殴打的事情 因此空口无凭 就把他的起诉给活回了 造成杨家这么极端的性格 其实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 在杨家五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他从小就跟母亲一起生活 而母亲从他济世起 就在跟各种人打官司 这就导致杨家从心底里对公检法机关不信任 所以当民警拦下他进行例行检查时 他才会那么仇视 自认为讨不到说法的杨家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报仇 他说心惊的怒火必须得到一个宣泄 于是他就跑到集市上买了一把剃骨刀 然后还买了推力瓦斯 选在了7月1日这天行动 他冲进警局不到20分钟都途上了数十人 最终酿成了这件惨案的发生 如果当时能心平气和的沟通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事后不转牛角肩 凡事都往好处想也就不会导致这件惨案的发生 所以御事一定要冷静 因为杨家的愤怒与冲动 导致原本六个幸福的家庭因此而破裂 在2008年杨家被执行了死刑 一直到死他都没承认自己有错 最后希望这起案件能够成为警示 大家要更加重视法律和社会秩序 让每个人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革谐的一份组